我大胆说一句啦 我希望我以下讲不要成真 就是我认为如果真的那天到来 连锁性的服务业都可以用移工了 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会来第二次 大家好我是曼仪基飞 嗨我是梅乐蒂 欢迎收看斐宜所思 今天阿姨想知道呢 我们还是要来谈谈外籍移工的问题 那这当然就是延续我们是不是 开放这个印度移工的这个问题而来的嘛 这个讨论现在很多 那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回到根源去看 就第一个 是不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 到底需不需要外籍移工 到底我们缺工缺的这么严重 难道我们自己人都补不起了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是我们之前做Today看世界的时候 讲了马来西亚那一条 那他们也有这个移工的这个争议哦 那时候就有讲到说 这个缺工的问题有两面在讲这样子 一方的就主张说对 就是缺工很严重啊 我们如果没有外籍移工 我们就会倒啊 我们产业就会倒啊 我们没有竞争力这样 那另外一边的说法就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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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缺工 我们其实一大堆失业的人口 我们其实是 我们的劳动条件太差了 所以说才会找不到人这样子 然后就说 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在抱怨 就台湾就太多灌老板 所以我也想知道说 我们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灌老板 Alright 所以我们在 我觉得这些问题要先厘清这样子 然后我们才来看这个移工 是不是应该进来要怎么管理的问题这样子 Ok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了一位专家 就这位专家就是 中国文化大学劳动及人力资源学系的李建宏教授 那这个简历 我请这个梅乐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李老师呢 其实呢 他除了是文化大学里面专门关注 不管是本国或外国人力资源 劳动市场的专家之外 其实他过去呢 也在彰化担任过副县长 我相信这应该很少人知道 对 所以他其实既有学术的背景之外 他甚至有一些行政的经验 所以他在这一块劳动力的这块论述上面 其实他是非常的深厚的 对 所以我们才特别请他来跟我们聊聊说 所谓移工的这个政策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那梅乐蒂我先问你好了 那我们今天既然请了李老师来 你最想问他什么 好 首先我最想要问他的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我们在谈说 失联的移工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劳动部都出来讲说 失联移工高达八万 八万这个数字真的是很难想象 好像有八万个人在街头 他们是好像没有身份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是什么 然后就这样放着他们在街头跑 这样 这事实是很多人都在担心的议题 对 那失联这些失联移工要怎么办 难道就放到他们到处跑吗 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们慢慢的回归 或者甚至是从更源头的地方去思考说 那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去解决说不要产生这么多的失联的移工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谈谈仲介的问题 因为每次讨论到移工 他们被剥削 他们劳动条件很差 很多人都会习惯第一时间就把矛头全部指向仲介 就说仲介就是一群黑心 他们就是会收移工很多的钱 然后反过来剥削他们 才会害移工在台湾过得很痛苦 那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说 就是新闻上面大家都这样讲 那仲介到底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子 还是说他其实 某程度上也负担了某一些角色 他们在移工的一些培训上面 或者是照顾上面 他们其实有他们的作为 只是我们不知道 好 那我很想知道的是 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 如果真的有缺工的状况的话 跟我们的少子化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的关系 OK 那因为如果说是少子化的话 那这没办法 就要用少子化 就要解决少子化 然后我觉得这是 就是要先确定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这样子 OK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 我其实很 就是说 我另外一个其实很好奇的 就是现在大家在讲就是跟印度这个MOU谈了以后 外面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 这个因为我们跟印度这个没有邦交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MOU签了就表示说这个10万移工就马上进来了 数字听起来很恐怖 可是我也有听到另外一个说法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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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因为劳动部自己也出来讲说那个是假讯息 OK 其实这个没有这么快 然后真的其实到真正要进来的话 印度移工再进来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关卡要过这样子 所以我也想要问问老师说到底谁讲的实材是对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几个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建宏怎么说的吧 好李教授我们我们先谈一谈 就是这个劳动力缺口的问题 我想要知道就台湾是不是真的很缺工 我的认为是有部分行业缺工 但不是绝大多数 我一直用一个词就是我们是产业轮动式的缺工 因为2021年台积电开低枪 科技业抢人 其实他们那时候是疫情阶段确实订单蛮好的 但是他们其实有点过度招募跟储备人才 就他们的缺可能八个 可能是可能招到十个人 所以呢他那个阶段有点过度抢人了 那导致呢在前年的八月九月 我们的疫情趋缓 内需服务业就非常缺工 他们就不断喊缺工 那我认为当然这某种程度也是事实 但是很幸运的前年的八九月服务业缺工 可是我们的科技业因为疫情趋缓 他们的订单就变差了 所以我才说这个我们叫轮动式的缺工 意思就是说不同产业 有不同缺工的状况 然后可能每几年就会换一个产业 有部分的产业 它是台湾过去二十多年 长期确实缺工 就是我们所谓的3K产业 3K产业我说明一下 它就是我们受到日本影响 有三个日文字的开头都是K发音 那这三个字就是肮脏的 污染的危险的 那确实我们有一些3K产业 它是长期缺工 好这个缺工的原因 我想要知道少子化这个问题 在缺工这个现象里面扮演多少角色 我先这样讲 就我所理解的数据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少子化效果 真的实际产生效果影响力 大概是2021年才开始 如果用整体台湾老公市场整体就业人数的数字来看 其实我们非常幸运的 就是说2021年那个少子化发威了 降到大部分编程降到30万以内 可是我们整体就业人数 2021年是1144万多了 可是到去年底为止 我们的整体就业人数还增加了 增加到1158万多 就增加了快15万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中高龄投入就业市场的人数 三年下来大概增加了17万左右 所以还反超了2021年以前 那这个我觉得当然跟中高龄就业 及高龄者就业专法实施上路已经5年 劳动部也用很多方案在鼓励中高龄 高龄者重返职场 有一点关系 好 那所以现在缺工的状况 你觉得最严重的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人一直在补进来 看起来不是人头过少的问题嘛 所以那为什么会缺工 哇这个原因就很复杂 我的想法一直是 每个行业的缺工因素都不大一样 比如说我们长期以来 在那个主机总策缺工调查里面 长期以来都排名前三名 缺工率前三高的就是营造业 那营造业很明显 第一它就是3K产业 它危险又辛苦又肮脏 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那个雇用形态是不稳定 因为你知道我们工地 台湾的营造业工地的劳工 他们不是雇用关系 他们就是承揽工 就是我做一天有一天的钱 那万一出生发生植栽意外 那个很难拿到那个植栽补偿 那前几年原住民的那个朋友 做营造业的还很多 可是呢 非常麻烦就是说 疫情过后 原住民朋友投入营造业也明显变少 因为台积电有关 台积电高薪拉了很多原住民朋友 这营造业 可是你说我们最近最热门的 像那个内需服业 像住宿业 餐饮业 甚至零售业 我觉得他们的缺工因素 就跟营造业完全不同 他们为什么缺工呢 比如说 很明显那个 餐饮业它缺工 我认为是 我们多数餐饮业都是小规模的 那小规模的话 它的工时又长 然后老实说薪资都不高 最重要我理解 最重要是 它没有什么发展前景 规模小的单位 你怎么往上升 没有出路啦 所以 这个是一个重点 很多年轻朋友在抱怨 就是说 这些产业呢 就是劳资条件太差了 劳工条件太差了 不是薪水太差 要不然就是工时太长 然后就是说 台湾都是惯老板 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 要多了解劳动市场 各个行业的实际工作状况 环境 不可一概而论 就为什么我们 那个七成 30岁以下年轻人 有七成在服务业部门 那在农业的只剩一% 换言之有29% 在那个制造业工业 因为这个是很明显 不平衡的比例 因为年轻人对 我认为对制造业 不是那么了解 尤其对产产产制造业 对科技业 因为媒体报道多 已经知道科技业 就工时很长 爆肝 然后 可是工资福利还比较高 那其实我们有不少 传产制造业的行业 它是 不是3K 但是它是 薪资条件也不错的 还是可以去的 第三个说 老板都是灌老板 我也不这样看 每个行业一定有灌老板 但我觉得 应该不是多数 我宁可说 因为 这些 特别 住宿业 甚至 餐饮业 他们长期来 几十年来 他们的经营模式 就是以 比较 那个 低获利 但又是 那个 高度 劳动力管理 运用的方式 在经营 我觉得我们 为什么这几十年来 都一直 一直用这种方法 我现在不懂 我就说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 我们的老板们 没有创新精神吗 还是怎么样 我 我认为 第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说 我刚才就讲 因为他们的成本 弊病很严重 比制造业 科技 那个人事成本 占比高 这是事实 第二个就是说 对老板来讲 我几十年都这样做 也没有碰到 很大的阻碍 因为我们台湾 劳工是世界上 有名的 温馴认真工作的民族 那过去都没问题 为什么一个疫情 就出问题了呢 我疫情后还要再 很多老板一定想 我疫情 几十年都可以 那我一个疫情 疫情也不过短短两年多 那疫情过后 我继续几十年的模式 有什么不对呢 就他 没有想到那个有问题 然后 发现有问题 我真的找不到人 那怎么办 就开放移工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开放移工 这个方法蛮偷懒的 我应该这样 我的说法都是说 因为移工政策 几十年有一个政策原则 就是说 这是就业服务法明文规定 你引进移工 不能够影响本国劳工的 就业机会为前提 你只要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政策原则 法律明定了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 我的理解 我们台湾的劳动学者 或我所理解的劳动部 他们的想法 大家的几十年都一样 就是说 除非你业者已经 穷尽了很多 尝试的管道方法 真的 我们从数据 从现实了解 真的找不到本国劳工了 比如说3K行业 大家都承认了 可是住宿业 老实说 我就讲完 他们现在 有去尝试过很多方法手段 找本国劳工吗 这个花点时间 但我认为 我的理解并没有 少数业者有 但多数业者 住宿业没有 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 如果 我们今天说 不开放移工的话 是不是会倒一片 你说住宿业 是不是会倒一片 我认为 不至于 因为他们也持续在涨房价 不是吗 OK 反正就是用涨房价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子 前天那个观光署 还出了最新的调查报告 观光级旅馆的房价 比疫情前涨了 好像11% 就平均 我觉得涨房价 我觉得合理 因为物价都涨了 然后 问题是你涨了房价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 把涨的房价 一部分拿来加薪 所以这也是解释了我们国旅 为什么很贵的原因之一 好 另外一个大家常在讲 就是说 用移工来补缺工 这样是不是就会挤压到 本国劳工 他这个加薪的空间 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有直接关联 过去20多年来 因为移工已经有影响 本国劳工的研究 证明这一点的研究 是很少的 相对很少 多数研究是说 没有影响或是轻微影响 你同意吗 我看到的研究调查 我基本上是认为这样 就整体而言 但是对特定族群的影响 可能会稍微比较大 比如说原住民 原住民在台积电前年加薪 三年前加薪以前 原住民因为很多是到 营造业或工厂 3K产业 那确实研究发现 原住民 尤其在营造业的原住民 受到移工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会比较大一点 他可能因为他是轮动式的 所以就比较复杂一点 但3K产业这个部分 是绝对需要的 所以我们的移工政策 有反映这个需求吗 去年的3月到5月 劳动部有开放了 大概5、6个3K产业 他们本来过去也都可以用移工了 可去年又增加了这几个3K产业的移工配额 就我们移工是配额比例制 把那个移工的比例调高了一点 通常就调高个5% 那特别是营造业 不但调高配额 而且他营造业开放 可以使用移工的那个行业别又增加很多 因为营造业有12种子行业 以前只有少数规模大的大型营造业 可以用移工 而且还要限定他的营业金额 工程金额 可是去年就把12种营造业的专业 所谓专门子行业都可以了 我认为在去年这一波开放以后 3K产业包括营造业 还有传统产业的3K行业 应该移工的引进是大致上是可以符合需要了 OK 好 那所以你觉得如果说这个3K产业 是符合需求了吗 那其他的产业你觉得有需要用移进移工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吗 现在关键就是所谓内需服务业 特别住宿业喊的最大声 我对服务业用移工的想法态度 都是长期都一致 就不能只考虑特定内需服务业 他是不是缺工 就决定说要不要让他用移工 因为服务业跟那个3K这种制造业 很不一样 我给主持人还有听众几个数字 我们台湾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1158万里面 那个比例是高达61% 哇那很高 所以一进来那影响的人很多 那我再报道第二个数字就是说 这个61%服务业部门的人数 是哪几个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最多 其实长期来排名都一样 第一多的就是批发零售业 再来就是住宿餐饮业 就是住宿业跟餐饮业 第三就是物流仓储运输业 包括运输业跟仓储业 好 这三种中分类 就如果细分类就六个服务业 加起来的就业人数已经占 所有服务业部门的总就业人数 多少的比例呢 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 好 这是第一组数字 第二组数字更惊人 我们的劳动部每年 那个10月11月都会公布一个 小型的那个追踪数据 就是说他去追踪 当年度六月的大专以上毕业生 他的就业状况 过去这五年从疫情前到去年 每一年的数字都一样 我们的大专应届毕业生 进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 有高达75% 75%进入服务业 那如果用整体30岁以下年轻人 不是应届毕业 30岁以下年轻人 去做服务业部门产业的比例 占年轻人的高达七成 七成比整体劳工61% 在服务业部门高了9% 毕业生75% 比61%多14%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我们考虑服务业 要不要让他用移工 不能只考虑特定服务业的人力需求 还要考虑本国劳工 尤其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会不会受影响 因为这个就依照 就会服务法42条明文规定 引进移工不得妨碍 本国人就业机会 那我认为 你今天万一 我说万一 住宿业开放移工了 那跟住宿业有产业关联度高的行业是哪些呢 就是餐饮 还有零售 那这一些行业 他们本来私底下也一直喊缺工 只是他们比住宿业的业者更多 改变了经营模式 他开始加薪开始流产 那他现在会说 你住宿业也不是3K产业 你不断的喊缺工 政府竟然就就犯答应了 那我跟你关联度这么高 我也不是3K我也缺 可是而且我给你更认真 我还加薪我还流产 你都可以为什么不行 你政府就再也没有正当性的理由 去不准餐饮业跟零售业用移工 那接下来物流业也会 那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那我认为如果真的这样做 我大胆说一句 我希望我以下讲不要成真 就是我认为如果真的那天到来 连锁性的服务业都可以用移工了 10年前的太阳花运动会来第二次 我相信是 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可能 就是连毕业的第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了 好 那么再提到就是说 好那我们就觉得 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有个概念 就是有些产业是适合的 那有些产业觉得是不应该开放的 都应该用产业来看这样子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移工的问题 那就 好那我们就有些行业还是需要进来嘛 那就讲到说 那怎么样管理的这个问题 这个管理的部分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了 我想先讲一下就是印度移工 现在签了MOU的这个东西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外面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 这个我们跟印度因为没有邦交的关系 这签了MOU就表示马上要进来了 然后有另外有人在讲 就是说这一次进来就要10万了 然后可是另外我相信劳动部的说法 我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还很久 你跟大家澄清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印度移工要进来台湾这件事情 目前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目前就是MOU彼此了解 然后也有初步共识 应该就初步共识阶段 就是说台湾跟印度的官方谈过了 说好 我们有初步共识 可以来引进印度移工来台湾的 某些产业工作 我理解就这样子 那从现在到他真正进来还很久吗 我想应该还要相当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前置作业蛮多的啦 比如说第一个 我到现在因为印度很大 他人口又世界低多 14亿多了 那到底是 就其他的先进国家跟印度 要引进印度移工 他们都会谈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我要引进的是印度哪个省 的移工 因为他每个省的语言种族 还有教育程度都不一样啦 所以 其他的国家像澳洲英国 他们 那个初步共识出来以后 就要跟印度官方要谈说 好 那是哪个印度的哪个省 要可以引进 因为印度官方也不可能让你说 同意说你印度每个省都开放 不可能 他一定要谈哪个省 最多一两个省 好 这第二个问题 好 确定哪个省的移工可以引进以后 那接下来 多少人呢 这是大问题啊 因为印度现在经济也高度发展阶段 他不可能同意你 让我们台方或某个国家 他说 哇 我一次给你很多人 不可能一次同意印度很多移工 去其他国家 因为那他自己经济怎么办 这第二个 光是这个人数 我看就要谈一段时间了 第三个 好 那哪些行业可以引进 移工 印度移工 那个就涉及到 我们哪些行业的工作内容 比较适合预定开放印度 那个省的移工的 印度劳工的特性 对 这个 这个是很复杂的评估作业 所以这个 看起来我们跟印度要谈东西很多 很多 很多 这三个是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谈完 接下来才有可能到 那个具体的 执行的前置作业 比如说他要来台湾 是不是要我们的外交部的签证 那我们在印度 外交部在印度的办事处 据点好像只有两处吧 而且没什么人啊 我们这样很少 我们外交部在那边的 办理那个签证认证的官员 人数少 那万一我们一次开放印度一个好 第一阶段一万人就好 一万人签证认证 你也要一个行政能力吧 那我们外交部要不要评估 他有没有这个 住外派能力要增加 外派能力要增加 可不是那么容易吧 那个都是公务员 所以听起来还蛮久的 应该至少要半年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 所以说好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 这个印度移工这个事情 还有一段时间了 结论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刚刚讲到就是说 大企业在那边 就是一些选工的 这个过程这样 我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够政府来做 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全部就 政府同整来做这样 因为我听说日本韩国好像是这样 就是这个什么语言训练 或者是一些什么文化的 这个交流的部分 这个政府就同包起来一起做 这样为什么不行 因为几十年来 我们的大部分企业 除了少部分大企业 他有能力叫仲介去帮他选 我们多数的中小企业都是依赖 依赖仲介业者帮他去海外选 那既然长期都依赖了 那你一个新的资货 其实劳动部十几年前也有执聘中心 那对业者来讲 我在执聘中心设立前 长期都依赖仲介了 那我政府的执聘制度进来 我就要评估了 政府的执聘制度跟仲介业者 帮我来完成这个作业 哪一个对我有利 可是我不懂 为什么不要政府进去做 政府进去做不是更好吗 我意思是说 你这个要付仲介费吧 政府进去做的话 不是理论上来讲 应该帮他更省钱吗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仲介业者 淘汰率很高 这我要让主持人了解 仲介业是高度竞争 他们为了要抢到一个 他们心目中重要客户的订单 他们会有很多 favor 给业者 给老板 所以那个favor会超乎你的想象 只要为了拿到那个订单 他会给你老板很多额外的bonus 或者favor 或者甚至我讲白话 就是 不但不收你老板的仲介费 还可能会 给你礼物 对 对 对 那 这个已经几十年形成了 那 对业者来讲 当然就是 你给我的服务 超乎我的 不但满足我需要 而且还 比我想象更好 你的速度效率又高 那我当然跟你继续打交道 我如果去找 劳动部的执聘中心 哇 那个要填很多书表 表格吧 然后还要等吧 而且更重要一点 劳动部的执聘中心 没有像日本韩国那样 日本韩国的执聘 是这样做 你听了会 超乎你的理解 就他们是 官员 直接派官员到 东南亚自己的国家 去设点 设据点 官员常驻 常驻做什么事 就是 帮 他的本国业者 选功 面试 筛选 筛选完做训练 语言训练 社会文化训练 甚至日本 还要做 测验 你测验合格 我才放行 让你 到 到那个 日本国内 我们的劳动部 没有像日本韩国那样 还帮你 派一组官员 在那边帮你选功 帮你初步训练 没有 因为那个要花很多能力 和经费的 我们的国人 我们的台湾社会 我们的立法院 会同意这件事吗 好 老师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那既然 那个 新开 比如说我们刚讲印度 要新开一个 这个移工进口 其实这非常麻烦 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在原来的 这几个移工国里面 去扩张人数就好了 做不到吗 现在多年来都这样做 可是我的理解 就是外在客观环境情势 从疫情前一两年 开始就变化了 就外在环境 有开始明显改变了 第一个改变 我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 在那个国际劳工组织 还有一些跨国的NGO团体 在十几年前 最早2005年开始 就不断呼吁 要倡议所谓的 零工 移工零付费政策 那台湾呢 已经有不少这种 以科技业 电子业为主的大企业 已经签署加入 那个零付费宣言 零付费宣言 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主要零付费的目的 就是要避免移工 因为债务劳动而陷入困境 就债务劳动是 强迫劳动的一种类型 那什么叫债务劳动呢 就是移工他为了要 获得一个工作机会 或者保有一个工作机会 而不得已要付出一笔 高额的费用 比如说去借钱 或者去高利贷 甚至高利贷 一笔费用 那这样子 当你付出一笔 对移工来讲高额费用 才能够获得 或保有一个工作机会 那他这个工作机会 即使能为移工赚来收入 但是他的实际收入 还是变少 因为他要还债 那这个而且更重要 债务劳动 在他移工工作功能 会导致那个债权人 不断的对他追讨债务 那那个债权人 如果就是 仲介业者 或不孝雇主本身 那么这些不孝的分子 就会用这个债权人 不断的压迫 剥削移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国际劳工组织 和一些跨国的NGO团体 十几年前就倡议 零付费政策 那在十几年下来 有一些知名 有不少越来越多知名的品牌 大企业 像苹果 他们就要求他们的供应商 要签署这个零付费宣言 礼物宣言签下去的意思就是 你移工的雇主 比如说台湾的科技业的老板 他就要由雇主来帮移工付出 整个薪资以外的各种费用 那个费用的项目有十多种 所以大环境的变化 我觉得第一项就是零付费政策 已经 大概东南亚国家的政府 都正式要求 我们的政府和业者 要履行零付费政策 老师你觉得我们台湾 如果没有普遍这个零付费概念的话 我们是不是将来在 移工市场的争取上面 会非常的困难 应该说这是一个导致我们争取 东南亚移工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而且我认为是影响力蛮大的 好你说只是之一嘛 之一 然后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原因吗 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 日本韩国他们大力的在 用各种新政策在吸引东南亚移工 所以我们竞争者变多了 过去日本是比较相对锁国政策 可是他们在安倍首相的时代 就开始开放 去年又更大幅度开放了 韩国他们这几年 因为经济稍微有点下 但是他们政府是请全力 在帮业者海外选工 他们投入的海外选工的政府资源 比日本还要多 他们是长期这样做 所以他们本来就很有吸引力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 日本政府帮韩国企业选工 就日本政府服务韩国企业的对象 绝大部分都是大财团 大财团愿意付高薪水 用移工的能力 不然就强 我们台湾不是 我们台湾用移工的 除了科技和少数一些制造业 大部分都中小企业 甚至很多是家庭雇主 他付出比较高薪水的能力 比较不够 还有另外一个 香港 香港你在跟我们竞争 长期以来 台湾跟香港就是 在东亚地区 引进移工人数前两名 日本韩国本来都在我们后面 可是这几年 日本韩国赶上来 香港第一 我们排第二 香港的吸引力 老实说比台湾 台湾没有的吸引力 是什么 第一个他进 可是他很小 但是他薪水高 那就没话讲了 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要赚钱 对不对 薪水高就打死全部的其他因素了 香港大部分都是用 看护或帮佣的移工 就是这一块 因为我们的看护帮佣的移工 只有两万块台币 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比我们高 高很多 老师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看护这个两万块 这个非常不合理 到底当初是怎么订出来的 我真的觉得薪资 才低到我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四五年前 在四五年以前才改 才升为两万 在四五年以前 有长达十几年都是一万七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数字 可是真的是 然后现在这个数字 不管怎么样来的 不可能维持了吧 我觉得这两万块 你去哪里找人 不知道 能不能维持 这都是国内的家庭雇主 还有印尼越南的政府 还有移工 各方面不断的妥协 冲突的结果 我先讲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 这个大概是二十二三年前的事 就是那个时候 本来 看护移工帮佣工 他们是 会随着基本工资 调高而调高的 当时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的基本工资 是一个月 一五八四零 可是呢 在二十多年前 大概二十二三年前 那个 有一群 身障团体 就都弱势家庭 其中一个带头的团体 还做过我们的不分 就前几年是不分区立委 他就带着好多个 身障团体 或者有一些那种 其他的弱势团体 到当时的老委会去 陈勤 要求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说 那个看护的移工啊 包括帮佣工 不要再适用 基本工资调升了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你继续适用 基本工资一调高 他要付的薪水就变高 我受不了 我们很多 因为他们那些团体 确实都是弱势团体 那当时的主委很有名 老委会主委就 因为他是个人权工作者 他当然就同意了 那他就用行政命令 还不用修法 因为劳基法的规定 那个第二条 就是说哪些行业 可以适用劳基法 最后一款是说由中央主管 就当时的劳委会来 来指定 那结果他就说好 那那个 看护 帮佣 家庭看护帮佣 不管本国劳工跟移工 都不适用劳基法 OK 他就用他主委的权利 这样一直 一直一拍板下去以后 麻烦了 没有办法调高薪资了 所以15840延续了很多年 后来真的印尼越南这些政府 他受不了了 他就跟我们的老委会谈判 才勉强调高到1万7 1万7又延续了好多年 几年前才又是受不了 印尼政府越南政府又找我们谈判 他们当时还几年前还下 他们是由国家的印尼副总统出来 开国际记者会 他认为这是国家大事 他说 如果台湾跟韩国的政府 再不调高我们印尼劳工 到你们国家的那个家庭看护帮佣的薪水 我们就要禁止我们的印尼同胞到你们国家去 我们的老委会不得已 在这么大的国际压力 他只好出面跟印尼政府谈判 老师我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觉得这些产业之所以用移工 他就是要便宜嘛 可是我觉得要加了这些 这么这么多费用之后 可能没有办法省钱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省钱 他要移工干嘛呢 所以我常这好问题 我常我有机会我就会 去年开始记者朋友问我说 那个住宿业要求移工你怎么看 我说他们大概不知道现在 在台湾因为我们的规定 要用一个移工的一个月成本已经高达三万三 甚至会三万四了 很多老板 台湾的老板不了解 业者如果知道一个月要三万三 那他一定不愿意啊 外籍移工跟本籍劳工的这个薪资 脱钩这个做法 你的看法怎么样 这我当然是很反对的 反对理由非常多 这很多年前都辩论过 就是第一个 我先讲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重要因素 我们台湾是不是朝野各界社会舆论 甚至我们学界大家都说 我们应该要加入CPTPP 我们应该跟美国跟哪个国家签FTA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是 CPTPP有一个全世界 500多个FTA 里面最严格的劳动专章 那我们跟美国 现在也正在谈判 那个台美21贸易 美国的劳动专章的要求 也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那最严格其中第一项就是 移工跟本国劳工的同等待遇 甚至我可以直接讲 美国对移工 对台湾劳动领域最不满的问题 就我们对待移工的问题很多 他非常不满 那我就问台湾社会同胞一件事 如果你同意我们要跟美国签FTA 我们要加入CPTPP 我们要跟欧盟签FTA 那人家就是要求你 因为他跟各国签的FTA都一样 都就是有劳动专章 有环保专章 都是一样的 那他们的劳动专章就要求你 本国劳工跟移工要同等待遇 那你要不要答应呢 所以我这是最重要第一个理由 可是我们很多业者 他没有国际观 他不知道 这些先进国家 在跟任何一个国家签FTA 都有劳动专章 他只想到自己 他不许政府要签FTA 因为对他有市场开放好处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那个是要有代价的 先进国家不是吃素的 他怎么可能 开放了自己的市场 让台商可以 卖产品给他 可是却让你 却同意你用 很差的劳动条件 生产出来的低价产品 卖给他 然后让他的本国劳工失业 这不可能的是 我现在都马上可以想到吗 很多人会说 那我们就不要参加 这些国际组织就好了 那很简单 那你就继续锁国 这种说法就跟 每次有 某个邦交国跟我们断交 说没关系就断吧 我们不要有任何邦交国 也可以活 没有任何邦交国 台湾怎么在国际生存 我也想不懂 这根本就是没有国际观的人 才会说的话 有人在讲人头税这种管理方式 你觉得怎么样 人头税我也解释一下 就是雇主多雇一名 就要付钱给政府这种做法 你觉得这个做法好不好 我们长期不是都这样做吗 只是我们不叫人头税 我们叫就业安定费 这本来就有了 这不是新的 本来就一直有在绞了 雇主就有在绞了 人头税的名称是新加坡的用语 这个就业安定基金 已经是几十年来 劳动部和地方政府在做各式各样 帮助本国劳工 本国事业劳工就业政策 主要经费来源 好 那这个就业安定费 一个月多少钱呢 依照行业而不同 至少一个月2000块 有的行业 比如说营造业就贵了 就可能要更高 就说这个几十年都这样做 只是不叫人头税 那么难听 我们叫我们比较文雅 我们叫就业安定费 所以这个多年来都这样做 唯一可以谈的问题 只是说好 那要不要 因为几十年没有调高了 就是2000块起跳 有的2500 那要不要调高一点 因为主持人我跟你们 这个就业安定基金 一年一两百亿 它是中央和地方政府 帮助本国事业劳工就业政策 主要经费来源 因为我们的立法院 不肯给劳动部 那么多公务预算 所以只好用就业安定基金 不然你觉得我们的疫情三年 那么多劳工失业 那个劳工部推出那么多的就业方案 薪资补贴 钱从那来 绝大部分从就业安定基金来 一部分从疫后就业改善基金来 它是主要的就业政策经费来源 所以 那现在麻烦是各部会都要 看这个大饼都在抢 那是业者在缴的钱 可是2000块 多数行业2000块一个月 已经很多年没有调高了 好像也是通膨也至少要加一加 这样子 好像也是时候了 可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 可能是被业者骂死 麻烦 广告商会变少 我想先讲一下 就是失联移工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就是属于进来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 还没有进来之前 那现在进来之后 很多人就在讲说 我们台湾失联移工的情况很严重 你觉得我们严重吗 我觉得严重 特别是在前年10月 10年移工人数一度飙高到10万2000人 这个是有通报的历史上最高的数据 一个很大问题 一般民众不了解 就是我在疫情前的阶段 三年到期 很多雇主会跟移工说 我们三年到期 你做得不错 我续约 可疫情续约的雇主变少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业者说 我自己经营都困难了 我没办法续约了 所以时间到了就回去吧 那对移工来讲 他会愿意来到台湾 就是要赚钱的 他原本都是 第一年赚的钱都要还债的 所以我们台湾移工的债务劳动问题很严重 结果你现在 我才赚一年半两年 我当然赚不够 我本来移工来台湾都希望 不要只做三年 继续做三年 又三年 结果疫情期间没办法 没办法移工只要怎么办 他三年到起的 雇主又不愿意续约 我就知道怎么办 我就跑了 根据调查 这个是有调查报告 黑工 移工去做黑工的工作的时候 都比他合法工作要高薪 所以他这是一个经济诱因 对 我觉得不要考验人性 真的 我是真的觉得你 你摆明了 可以多赚30%的 你叫他一直不要去 这很困难了 所以我觉得 陶毅移工的这个缘由 就是基本上 就是有另外的工作 愿意给他更高的薪水 所以他就很想跑 这样子 所以这个动机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可不可以请老师 跟大家解释一下 失联移工会造成什么问题 他可能会排挤掉 一部分我们基层劳工 本来在做这种工作的 基层劳工的工作 对 比如说我举例 在农业 主持人你知道农业在五年多前也开放移工了 在五年多前农业还没有合法引进移工前 我们很多农民他在收割季节农忙 他要找临时工 是怎么找的 就是我的 那个亲戚朋友 以外 我会找 一些特定族群 比如说新住民 新住民来帮我收割 好 结果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黑工 移工去 OK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这些合法工作 应该是要到当地劳工的 可是就被这些黑工取代了 取代了 好 那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四联移工的确造成一些问题 这样子 那好 那我们要怎么抓 这太难了 就我们也没办法抓 没有 时时刻刻都在抓 OK 好 那因为我们有专责单位 专门负责 不要讲抓这么难听 就是去查货 我们的内政部移民署 下面有专责单位 在每个县市都有 叫他们叫专情队 专情队就是负责查货 失联移工的 在查这些非法失联移工的这个方式好了 你觉得目前我们这个方式运作的好不好 本来为什么疫情前每年五万三五万四 因为他查货的跟新增加失联的是平衡 那我们过去这几年就是不平衡 那显然这个方法不大名 那所以现在问题就来 就是说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那个 我们在疫情期间 还有去年 有三年多有两次 政府宣布 用他们业者白话都说 特色 其实不是特色 就鼓励他来 自首 就在疫情前 疫情今天有一次 就政府就说 因为疫情嘛 你移工 失联也不能够打疫苗 你自己会感染确诊 然后呢 你来自首 我就政府出机票 我也不罚你了 我政府出机票 送你回国吧 所以有一波有 听说是快一万个 失联移工就自首 这个还蛮合理啊 我觉得当时的时空状态 我觉得蛮合理啊 可是那一波 只有一万个失联移工自首 远远不足 平衡那个 多那么多跑掉的 失联的 老师你觉得 你台湾现在的状况 是可以完全不要用移工吗 当然不可能 3K产业 用这么多年 他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了 所以老师你觉得 现在马上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认为 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 因为主持人我跟你报告 其实 一年多前 劳动部做了一个新的制度 很重要 他就是某种程度 要解决失联问题 就是他 移工下了桃源机长之后 以前几十年的做法 就是直接由仲介业者 帮业者接走了 他现在不是 他 特定的事办行业的移工 下了机场 入关以后 劳动部官员 用那个游览车 把他们 接到劳动部 设在桃源农坛的训练中心 三天两夜 三天两夜 教他 那个我们的基本劳动法令 然后我们的社会基本文化 我们的那个工作环境 最重要要加LINE 跟官员取得一个 直接服务的通讯 或他要申诉通讯 然后 我觉得很可惜 三天两夜听起来很多 其实 真正上课的时间 只有八小时 四堂课 四堂课里面 只有一堂课 是简单中文 我一直认为 如果 教中文的时间 可以拉长 两小时 变四小时 让他的中文 听说的能力 好一点 我觉得 会让 移工 尤其农业移工 他的那个权益 可以受比较好的保护沟通 还有 失联可能会稍微 明显简定一点 你觉得如果说 加了语言训练 他们来之前 就有一点 或者是来之后 很快的 有一点基本的 语言沟通能力 应该会大幅改善 那个失联移工的 这个状况 至少农业 这个是根据调查显示的 农业移工 就是说 有将近六成 说我沟通不良 我的权益不能符合 那我老板又不能 跟我好好谈 那我就走了 这是一般人 没有理解的事 就语言很重要的 那当然不是只有农业 我相信其他 行业的移工也一样 语言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想大家会 会因为您今天 跟我们讲的这个事情 会都有很多了解 非常谢谢老师 是是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讲一下 今天的take away 好了 那我先讲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说 老师在谈论到说 这个台湾是不是缺工 到底要不要用移工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一刀切的 就马上回答你 yes or no 我觉得这个 其实在我们平常 讨论的时候 蛮少见的 因为平常我们大陆是 就是说 要么就是不可以进来 要么就是可以进来 可是他的回答就是说 其实要看产业别 对不同的产业 有不同的状况 对像3K产业 就没有人要做的 而且真的很需要 所以一定要进来 然后可是像服务业 就是万万不可开放 因为这样子就一定会 挤压到这个本地劳工的空间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 其实很有说服力 是要看各个产业的需求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 我很惊讶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缺工的状况 一定跟我们少子化有关系 可是今天听老师在讲的时候 好像完全没有 好像影响不大 对 这个你有没有很惊讶 有 我真的觉得超惊讶 我一直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小孩越生越少了 可是职缺还是那么多 那没办法 只好用移工来补 但是老师居然说 没有啊 而且甚至就业人数还大幅成长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 就是说 要先找到根源 这样子 所以说 少子化这件事情 至少在现在 现阶段来讲 其实它这个影响还没有出来 OK 好 另外一个结论 我想可以 听老师讲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 台湾的经济 整体经济 是需要移工的 是啊 是啊 没有错吧 而且老师后来在闲聊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台湾的这个扣建业 那扣建业意思就是 反正他们就是做 比如说螺丝钉好了 那其实台湾这个产业 在全世界排名很高 对 台湾是螺丝出口 全世界第三大国 对 其实是我们 世界排名非常高 而且这是一个 高单价的产业 因为他们都是做什么 飞机的螺丝钉 还有太空梭 对 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高单价的 这个螺丝钉 OK 那可是问题是 这么大一个产业 其实现在在台湾 他还是找不到人做啊 然后如果说 今天我们不用移工的话 这产业会倒 真的会倒 这样子 OK 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数据 就更证实之前 我们其实可能只是一个想法 但是 我觉得就更证实一个说法 就很多产业 我们年轻人的确是不愿意去做 薪水调上来 也没有用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是啊 我有这个感觉 而且其实老师 他讲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是我蛮惊讶 他就讲说 其实年轻人在离开大专院校之后 投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 有超过七成是服务业 对啊 这刚好也扣合老师说 为什么不能要开放移工 必须要看产业 对 因为如果连服务业这一块 都开放移工的话 那很明显 他会直接排挤到年轻人 第一次进入职场的工作选择 哇 那现在我们年轻人不都在讲说 啊 毕业了 好像没什么工作可以做 那怎么办 对 那如果这个问题都很严重 你还开放移工进服务业的话 哇 大家一起死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 对啊 这的确冲击会非常的大 然后 可是另外一个是 就是说 老师也讲到 就是说 可是服务业这几个行业 他都是薪资很低的 是 就是说 他薪资很低的 所以老师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啦 就是年轻朋友们 应该要对于自己要进去的产业 多一点了解 是 你不要进去几年之后 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 说哇 我这个产业怎么薪资条件这么差 其实应该是会有一些 其他的产业是可以去做的 而且那个 有些制造业 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就是那么的 工时又长又累 对 那么脏这样子 劳动条件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糟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印象很深刻 就是语言很重要 对 尤其在讲到这个逃逸移工的时候 那点我是真的很有感 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沟通不良的关系 所以就让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 如果说真的这些移工的这个语言 我们能够多提供一些 让他们这个语言训练可以做好一点的话 也许可以真的减少很多逃逸劳工的现象 是 好那换你讲 你的take away是什么 我其实老师在讲到仲介的时候 让我有一个非常讶异的点 就是说 因为我在研究仲介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提到说 其实很多人在呼吁说 政府应该 政府可以透过他自己的方法 去直接聘用移工 就是完全跳过仲介 直接聘用移工就好 这样就可以避免仲介剥削的问题 可是很多的雇主 其实是反对这件事情的 那到底为什么 因为你透过仲介 你还要花钱啊 政府直接帮你出钱 我帮你都把移工找来了 那你就不需要花钱啦 但为什么雇主还是反对呢 那老师就提到说 因为仲介这个行业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竞争的产业 所以他们为了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就会提供业主很多的bonus 甚至是超出价值的服务 那这个就会让业主觉得说 反正这些仲介提供给我 比政府更好付 那我干嘛还要选择职聘呢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 这个应该算是结构性的问题吧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固子 一直觉得说 反正这个仲介 小个大网 我为什么要换呢 我为什么要另外再用我的税金 去补贴这个东西呢 OK好那还有呢 他提到第二个就是 本外劳薪资脱钩这件事情 我觉得老师讲的那段的时候 甚至有一点火都起来了 对 但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本外劳薪资 为什么不能脱钩 因为台湾现在台湾是一个 贸易出口导向的国家 那我们未来势必要跟很多国家签署 FTA啦 或是各种贸易协定 那这些国家 尤其美国 他们就特别重视 劳动环境 劳动条件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一方面 又让本外劳薪资脱钩 这样拉低了 外籍移工的一个待遇 然后又想要跟大家 签更多贸易协定 那这些国家 说明根本就不想要鸟我们 对啊 那这个对台湾的经济来说 其实非常商的 OK 那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 那大家对于这个李建宏 所说的 或我们两个所说的 有任何意见的话 都非常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 那如果喜欢的话 应该要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大家